这个男人不是一般的变态 只要是被他盯上的小女孩 统统都会被他关进仓库 然后极其残忍地残害掉他们的性命 最后把尸体扔进爪子丢掉 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任何人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他就不敢伤害你 很快一个男孩打球时 就看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两秒后佛波乐就到达现场查看 菜花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幼女独杀案 为了更快破案 于是他赶紧上报警长申请法医协助 但警长却说其他法医都在办案 只剩下了一个小帅 听到这里菜花白眼一番 因为小帅是他的前夫弟 几年前菜花的女儿失踪 导致菜花和前夫彻底离了婚 现在要和曾经的小叔子 办案实属有点不适应 当小帅赶到现场后 他第一时间就提取了衣服上的DNA 结果意外发现 死者的义务上竟有下水的屋子 可下水道极其矮小 一般的成年人根本走不进去 很快他就向菜花提出嫌疑人可能是小孩 并且死者第一案发现场 是在垃圾场的边缘 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他扔进围墙内 而是放在容易发现的水沟 那么唯一的理由就一定是他的身高不够 听到这里菜花不想再听他胡扯 于是直接离开了这里 可到了次日警方本明来了现场 因为有人举报说看到了犯罪嫌疑人